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忙不忙都觉得很累 注意力常常无法集中 总爱胡思乱想 这时大多数人以为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似乎不管我们怎么休息 睡得再多 疲惫的状态都得不到改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累的不是身体 而是大脑 不正确的休息方法 无法消除疲劳 我们介绍下大脑运作的原理和产生疲惫的原因 深刻阐述了高效休息的七个方法 引导我们用正确的方法休息 从而塑造不易疲劳的大脑 为什么有些疲惫无法消除 为什么有的人一天都在发呆 但依然觉得很累 因为他们并非身体疲劳 而是大脑疲劳 所以即使整日无所事事 也无法消除疲惫感 我们常说大脑是一个重量紧占体重2% 却消耗着身体20%能量的大胃王 那么大脑消耗掉的能量都去哪里了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预设模式网络的概念 预设模式网络简称DMN 俗称大脑能量吞噬者 是由内侧前额叶皮质 后扣带皮层 歇前叶 顶叶顶下叶等 构成的大脑网络 大脑未执行有意识活动的时候 DMN会自动进行基本运作 换言之 大脑是进不下来 不停运动的器官 就好比我们在驾驶车辆 空导滑行时 即使发动机与驱动轮失去动力联系 汽车依然会靠自身惯性向前滑行 只要DMN持续运作 我们的大脑就永远得不到休息 也就是说 如果不塑造一个可以抑制DMN活动的大脑结构 我们的疲劳就无法消除 消除大脑疲劳的七个休息法 我们该如何高效休息消除大脑疲劳 第一个是正面呼吸法 这个方法在前几期节目中 小万已经详细讲过 大脑的所有疲劳和压力 都来自于过去和未来 一旦把缠迷于过去和未来当作理所当然 我们就会忘记如何将意识集中在当下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正面呼吸法 首先我们要调整好姿势 挺直背部 不靠椅背 手要放在大腿上 不交叠双腿 脚掌平踩地面 闭上眼睛 眼睛如果睁开的话 就望向前方两米左右的位置 其次将意识集中在自己身上 感受与周围环境的接触 如脚底接触到地板 手接触到大腿 臀部接触到椅子 接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 认真感受与呼吸有关的感觉 如空气通过鼻孔进入胸腔的感觉 第二个是动态冥想法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是身兼数值 我们像电脑一样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常常一边做着眼前的事 一边惦记着另外的事 很多事情都是无意识进行的 比如吃饭 走路 刷牙 做这些事情时 我们的大脑处于自动运转的状态 当大脑无意识地自动运转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逐步丧失 最终使大脑精疲力竭 只有持续练习将注意力集中在日常行动上 才能让意识回到当下 脱离自动运转的状态 动态冥想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它包含了步行冥想 以站立姿势进行动态冥想 以坐姿进行动态冥想等多种形式 我们在穿衣服 刷牙 开车的时候 可以用动态冥想法把意识 导向日常生活中自动进行的行为上 比如早上边刷牙 边留意牙刷在口腔中的上下运动 这就是步行冥想 第三个是温柔的慈悲心 我们的大部分压力来自于人际关系 当我们遇到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实 就会产生厌恶 嫉妒 愤怒的消极情绪 这时就需要我们怀着一颗温柔的慈悲心 用积极向上的情绪 建立不易疲劳的大脑状态 那么如何培养温柔的慈悲心 我们可以按照这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 将平常做的正面呼吸法 持续进行十分钟 其次 在心里想象 自己要给予关爱的对象 然后针对心中所想的对象 默念三句话 希望你能避开危险 平平安安 希望你幸福 安心自在 希望你身体健康 第四个是压力呼吸法 人一旦有了压力 身体就会紧绷 压力呼吸法可以消除压力带来的身体紧绷 当我们调整好坐姿 将意识集中在呼吸上 身体做好冥想的准备后 可按照这三个步骤进行压力呼吸法 首先 我们要细心观察压力来临时自身的变化 比如发生不好的事情 或是想到不开心的事情时 我们的内心有什么反应 其次 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 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要把集中在呼吸上的意识扩散开来后 再集中至全身 第五个是RAIN法 生活中我们会因为某些事情感到愤怒 这是大脑为了保护自己开启的一种紧急模式 导致愤怒的真实原因 是性人和失控后 分泌的肾上腺素会抑制大脑的思考活动 让我们失去理智 当我们情绪低沉 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时 可以用RAIN法 应对大脑的冲动 这个方法分三个步骤 第一 我们要意识到愤怒情绪的产生 第二 我们要接受生气的事实 第三 我们要观察生气时身体的反应 最后一步 我们要与愤怒情绪保持距离 不把它和自身混为一谈 第六个是猴子思维消除法 有时我们的脑海会被各种杂念塞满 这种状态被称为猴子思维 就好像有一群猴子在你的脑海里吵吵闹闹一样 这种杂念一旦占据大脑 极易导致大脑疲劳 我们该如何消除猴子思维 试着想象自己站在车站的月台 这时有列车进站 车内坐满了名为想法的猴子乘客们 列车会稍作停留 但我们仍然站在月台上 过一会儿 列车载着猴子乘客们重新出发 像这样的列车接二连三地驶过 但我们的位置不变 就这么一直站在月台上 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列车来回穿梭的月台 无论哪一个型号列车进站 月台本身不变 只要这样想 我们就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安稳 第七个是扫描全身法 长期积累的压力会造成身体的疼痛 扫描全身法不仅可以应对疼痛 还能缓解身体僵硬和疲劳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步骤进行尝试 首先 平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 闭上眼睛 将意识集中在身体与床 地板 椅子 接触 以及被重力吸引的感觉上 其次 将注意力往下集中 至左脚尖 感受脚接触鞋子和袜子的感觉 继而从左脚尖开始扫描 吸气时想象空气从鼻子进入 通过身体往前左脚尖的感觉 吐气时想象左脚尖的空气 经过身体后从鼻子呼出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找到大脑疲劳的真正原因 并根据遇到的问题 来选择尝试以上七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 便能解除大脑疲劳 让大脑高效休息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